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 万人大礼堂气氛热烈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汇标 后幕正中是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 十面鲜艳的红旗分裂两侧 二楼和三楼跳台上分别悬挂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伟大 光荣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横幅 上午九时 会议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大会主集团抄解的会成员里 习近平 李克勤 张德江 于政生 刘鱼山 王岐山 张高丽 马凯 王沪宁 刘延东 刘其宝 许其亮 孙春兰 李建国 李元朝 汪洋 张春贤 范长龙 孟建柱 赵乐际 胡春华 栗战书 郭金龙 韩正 江泽民 胡锦涛 李鹏 朱铃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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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瑞环 吴邦国 龙家宝 贾庆林 宋平 李兰青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贺国强 杜青林 赵红柱 杨青 大会由李克强主持 各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现在开幕 请全体起立 全场起立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唱国歌 总监 李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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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庄严时刻 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 为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等 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和革命宣恋 默哀 默哀碧 请坐下 李克强宣布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军阳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战 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的主题是 大会的主题是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决胜 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 当前 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前景十分光明 挑战也十分严峻 全党同志 一定要登高望远 居安思危 勇于变革 勇于创新 永不僵化 永不停滞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奋力 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这个新时代 是成前起后 既往开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是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 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时代 是全体中华儿女 努力同心 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时代 是我们日益走进 世界舞台中央 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基本实现现代化 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我们要坚忍不拔 弃而不舍 奋力谱写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党的一切工作 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为最高标准 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 当作自己的大事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 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 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发展壮大 爱国爱港爱澳力量 让香港澳门同胞 同祖国人民 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绝不容忍 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 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坚决反对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同志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我们坚信 只要包括 港澳台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女 顺应历史大势 共担民族大义 把民族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一定能够共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美好未来 习近平强调 坚定不移 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 习近平提出了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及必须抓好的 八个方面重要任务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全党 大道之行 天下围攻 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 广袤土地上 吸循着五千多年 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 文化养分 拥有13亿多中国人民 聚合的磅礴之力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全党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锐意进取 埋头苦干 为实现推进现现代化建设 完成祖国统一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 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 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继续奋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习近平报告过程中 全场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现任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外人士 在经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无党派代表人士 宗教界代表人士 在经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常委中的民主党派 无党派和民族宗教界人士 作为来宾列席大会 党内有关负责同志也列席了大会 三千多名中外记者 采访报道了开幕会盛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